光美 今天我的高兴不是因为看见你这个美女 而是因为看到一位我心仪的男人 不要要才是误会 求求你了 李大琪 我跟你讲 大琪是男人当中我唯一 不能说唯一 就是我觉得很时尚样板的人 就是他在我心目当中 而且大琪 我每次见到他 我就觉得我不管怎么打扮都没用的 他简直就是 你看 他就是属于不用打扮的那种人 他老是特别会穿 你说这真没辙 你看他胸脯 我穿什么了 我也就穿个黑鸡血而已 我就是你要纠正你的心态 我理解时尚的男人 穿的圆领衫就不是到这的 而是露出乳胸的 你看他 你看多时尚 你们这个节目有尺度问题吗 没有尺度 你扒到这都行 你看我们没有尺度 给大家看看 大琪 大琪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多时尚啊 其实 扣打 没有 其实这个刺青跟青青的主题 还有点关系 对 这是刺不掉的吗 这是刺上去的 真刺 OK 我认真的说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因为作为一个造型师 然后 然后间接的我鼓励了消费这个行为 可是我越来越不认同消费这个行为 因为在消费之中让我们不再珍惜 这个是一直我非常后悔在做的一件事情 当你拥有一百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已经忘记了你曾经第一个拥有它时候的那个珍惜感 其实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如何去珍惜 你知道我们大家少一点消费 我们多一点点珍惜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所以说好 那既然我因为我在做的一个跟时尚流行有关的一个事情 鼓励了大家去做这么多消费 但这个不是我的本意 所以我在身上赐了一个是我永远脱不下来的东西 它会跟着我一辈子 它不管流不流行 我都要认同它 不管它是好是坏 或者是任何有不同的眼光价值观来看它 我都要去保护好它 因为它是属于我的 我要珍惜它 我觉得大齐这个理论 我相信它的十几年龄一定比它的外貌要多很多 多一倍不止 没有 这也是我羡慕大齐的另一个地方 你就是说你看看到它 它永远都跟刘德华似的 所以说跟刘德华 没有 你大概是第八十个 他们都说它长得有点像刘德华 你不觉得吗 不觉得 我觉得它比较像以大齐 是吗 我觉得他刚才提倡的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与我心有栖栖焉 我还记得我刚刚出道当模特儿的时候 为了要买一双自己心仪的鞋子 为了买了一个包 那种兴奋 那种期待 那种迫切 等到你买柜子都是鞋子的时候 然后你忽然看 原来这双鞋还在那里 那可能是十二年前买的鞋子 你已经十二年没有穿过它了 但是你也舍不得扔掉它 但是你对它心里的那种 那种激动跟兴奋的感觉 远远不如下一双鞋 对 你问到最后到一定岁数 就觉得有点白花钱了 真是浪费 这一辈子买过多少件衣服 流水一样这么滚 所以说你看 他这意思就是我给肉上弄一件不变的衣服 是的 其实就是一直在提醒 那你觉得你把肉给嗅满才行 没有 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去抛弃它的是 因为上面刺的是爷爷的名字 刺的是爸爸的名字 你们家什么文字 我看不出是名字 这个NINE是9 我爷爷叫李孟九 他曾经梦到了神仙给了他9岁 多给了他9岁的年龄 所以他就改了名字叫孟九 所以我把爷爷的名字写在上面 那我爸爸叫志善 他的英文名是Sam 所以我就把爸爸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 那这里面是Philis 是我妈妈 其实这个是几年前我爸曾经 这是一个孝子的图腾 我在打点狗血 因为是我爸那年中风 我整个人就崩溃了 你知道因为但他现在没事了 在一个心理状态之下 我想把家人永远摆在身上 去扛起他们一辈子 我就把最亲近的妈妈的名字 是最靠近心脏的 我手永远是这个样子的状况 所以就一直是妈妈在身上 这样 而且还刺在一个最痛的地方 哎呦 真的是真的是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 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 因为刺青往往在一个道德价值观 里面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透过一个是一个好的意念 去做一个这样子在道德价值观上 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不能这样去评论人 对 这个是我想表达另外一个意念 像有些人会认为有文身的人 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觉得这个人 好像有点不太正确 还是说不太正经 是的 我在日本去洗温泉就被拒绝在外 因为日本都有那种 对对对 有刺青的人是不准入内的 我就被拒绝过 因为身上有刺青 没办法 但是你要告诉他是什么意思 他会哭的 我应该没那个时间去跟他们解释 那你除了那个爸爸妈妈跟爷爷还有 我看到还有个M 你这边其实还有 还有其他的名单在上面吗 还有身上没有露出来的地方 CA是他 是大齐的大 这是我爷爷帮我取的中文名字 M是我父亲帮我取的英文名字 所以这些字母是 其实它是一个世世代代的传承 就是爷爷爸爸跟我而造成了这个家庭 那我一辈子都是在自己身上 那我要尊重自己 其实是代表 你知道珍惜我父母亲 我爷爷给我的 哎呦 这是圣中追远呢 这是了不起啊 别这样别这样 人爸爸还在呢 圣中追远 我还没听懂这个 谢谢 呸呸呸 对 大齐真是个笑死 而且我觉得它实现了一种 用时尚来表达自己 这个段位就不一样了 你老实说你们两个都是时尚 那肯定都是专家了 我跟时尚已经没有关系很多年了 我从来就没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我曾经 他们老有杂志采访什么 问我什么时尚是什么 我过去曾经有一个答案 就是说 我说这个时尚啊 本来应该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吗 但是事实上呢 它又好像常常意味着 是跟别人一样 比如说 今年时尚什么 穿什么 但是啊 我以前的答案 现在被我的实际经验呢 这个推翻了 我现在很挫折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喜欢 这个攀附大齐呢 我大齐是我在 怎么个攀附法 你们知道 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主织 我本来穿衣服 平常乱七八糟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呢 嗯 你难免要上台吗 你总得有买两身 西装之类的 你知道 我就这个白花钱的 这讨厌的 就是我发现我跟不上你们 这就是说 比如说 我就说我买一个哈 我比较爱舒服 我也胖了点 我说我买了这个肥裤子 对吧 买了肥裤子 买了西装 后来你主持完一个活动 正好也有你们实装设计师 嗯 参加完了之后呢 人家就跟我讲 说当然你这个穿的是很好看 但是你呢 本来就不高 是吧 你穿那个裤子那么肥啊 显得腿啊更短 臭大气 而且呢 又说这个今年不流行这个肥肥脚裤了 你看这个都是这个瘦腿裤 说你你得去买瘦腿裤 要不然走在台上 人家大家觉得 就说你这个太嗷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认为 他可能看到台上的我 他现在觉得 这是个老杆子 所以我又去买 讨厌的大气 你知道吗 我非常不认同这个说法 哎 那你赶快给我开刀开刀 我非常非常不认同 所有东西是以一个流行的角度 时尚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情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穿呢 我觉得就是穿你想要的 穿你舒服的 穿你现在拥有的就行了 干嘛为了要去赶时尚 再去多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时尚没有关系 跟你心里的欲望 这句话讲的太对了 这句话 就是你心里的欲望 这个跟时尚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我欲望想干嘛呢 你的欲望 其实你就是逗爱买 你就是想买而已 你永远都觉得不够好 哎呀我最烦这个买东西 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是个很很烦人的事情 一年要花出一点时间去挑挑 而且我这个人有选择障碍 你知道吗 一买啊 都痛苦啊 我在台湾买双鞋呀 三天去了三次那个鞋店 我就决定不下来啊 你这个很很痛苦的事情 嗯 这个还是留给专家 嗯 嗯 嗯